特别亮的那种 请过来谴责我好吗 被我挖了好多了 不是因为这个计划失败了 很难很难静下去 你又想去玩 这样我就可以拿更多的无线卡了 花很少的钱 但是可以有巨大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哈喽大家 刚刚录完了一个硬核功课的视频 现在我在我这边的洗手间里边 最近别的也没做什么 就是专门研究头发的东西去 你看我最近就特别爱卷头发 我最近就是在网上七七八八的下单 买了好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啊 真的是超级好的 但是有的东西呢 就非常的鸡肋 比如说 这个东西 它是自身堂旗下的一个坑屋 我就是那种细软塌 而且像我去年一年都没怎么修头发了 所以头发层次很长 就很容易塌 因为头发重嘛 像市面上很多卖这种水的 你就是把它喷在这个发根的地方 湿的时候就喷 然后再吹干 然后你的头发就很蓬松啊 就很有空气感啊 但这个呢就是毫无用处 非常鸡肋的一个东西 跟它相反的 这个 他们家有很多喷雾啊 我的这个是 Texturizing Hair Spray 这个其实我买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我一直都搞不懂它的打开方式 所以我之前一直觉得它非常的难用 上次Sammy来 他也有这个 他也说这个非常好用 我说这个超难用 然后他还告诉我该怎么用 就先摇匀 头发半干的时候呢 就这样喷喷喷 我现在头发上喷了一点啊 再来一点 喷在头发这个根部 它就是可以让你头发喷起来 感觉你头发变粗变硬的感觉 当然不是那种定型胶的 那种强力定型液的那种硬啊 头发半干的时候喷也OK 然后你造型完了 卷完之后再喷也OK 因为它就可以很好地把你空气感的这个头发给hold住 如果你是细软它的话 这个你非常的需要 真的很好用 这个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我的月度爱用 我自己其实是挺爱买梳子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把梳子了吧 我去年的时候其实买了不少梳子啊 给大家看 都是非常有名 好频度非常高的一些梳子 但是其实啊都没有很好用 我觉得都不如一些比它便宜的梳子好用 然后这把梳子那个上开我头版 是上个月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这个很好用 大家看它的logo在这里 它是日本的小全程器的梳子 这个不是我第一次用它们梳子了 我很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我刚出国的时候吧 就用过它们一个窄版的 那个是便携版旅行版的梳子 那个也是电动书 我也觉得超级好用 后来就不知道被我搞掉了 还是扔哪去了 我的头发就是还算健康 但是就是发尾就特别的干枯干燥 有没有跟我一样 我不太爱用护发素的发膜 基本上洗头就是洗发水 或者是不用冲洗的护发素 如果你跟我的情况一样 而且你的头发水面有没有光泽感的头发的话 我非常强烈的建议 你可以把家里的吹风机 还有梳子都换成带有负离子功能的 这个真的是我很长时间以来 头发有光泽感的小秘密 因为像负离子的吹风机 我是从高中时候开始用的 吹完头发之后就是特别的光泽感 这个电动书嘛 它也是带负离子功能的 你梳完之后也是觉得头发很顺滑 然后非常的有光泽感 而且它对于我来说很厉害一点 就是说手头上吧 几乎是最不容易起静电的梳子 这个上面啊 其实就是气垫梳 你看它的气囊 上面的这个是小钢尺 是金属面的 这钢尺呢又比较长 所以可以这样接触到你的头皮 我就说不了那种爱不到头皮的梳子 那边是有两个档位的 这里这个口就是敷离子的那个口 就是你梳头发的时候 不要把这里挡住了 平时的话我也很喜欢这样开着 就这样放在头皮上 你稍微压着头皮一点 它就是震动震动震动 就还挺解压的很舒服 梳完的头发是特别亮的那种 就有光泽感 我今天是已经卷过头发了 什么都搞好了 所以可能对比度不明显 但是如果你要是刚刚洗完头发 什么都不弄 你就用这个梳子梳 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的头发 非常的乖 不会起镜电 不会炸毛 然后又非常的亮 这个大家知道吗 国内小伙伴应该都很熟悉了 Kim Chu他们家的东西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头皮清洁凝露 我这个是最后一支了 这个里面都用完了 都空掉了 衣袋里面是有五支 我给了三米一支 一支的话 在我头发上可以用三次 这个打开挺方便 就是用尖尖头 每次用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尖尖头 顶在你的发布 然后每一条发布 就这样挤挤挤挤挤挤挤 然后你就按摩 当然你是要头发干燥的时候去弄 像我一般的话都是 可能洗澡之前 先把这个头皮上面 就抹好这个凝胶 稍微按摸一下 然后就去干其他事情 什么刷牙洗脸呀 等我那些杂七杂八事情 搞完之后呢 我再去洗澡 我觉得这个样子很爽的 就是它那种清凉感 会更加的渗入到 你的头皮里面去 它的清洁力也的确不错 像我一般如果不洗头皮的话 我就洗两道洗发水 但是如果是用了洗头皮的东西的话 后面再跟一道洗发水 出来的泡泡就非常的丰富 头发就洗得非常干净 所以这个我这是挺喜欢的 去年的时候他们家就特别火了 然后在美国这边就不好买 他们现在加州那边好像有代理商 就可以直接的系美国 就比较方便一些 他们家我这次用到了 还有这个很有名的那个卸妆膏了 如果你喜欢Farmacy那款卸妆膏啊 这一款就跟那个 我觉得一模一样 没有太大差别 里面已经被我挖了好多了 你上脸之后按一下 它就化开了 然后乳化的速度也非常快 也非常的好冲洗 而且这个是我们国货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很棒 很厉害 国货的产品 我觉得不管是化妆品还是护肤品 就是越做越好了 我现在去弄一下小朋友 他应该得把它搞起来了 因为现在都已经快六点了 不能让我再睡过去了 不然 哈喽大家 今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 所以有点时间想跟大家闲聊一下 好像从开频道以来吧 每次的这个中国新年期间 我都会出一只关于新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反正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吧 大家可以去拿点零食水果 我们也可以一起聊夏天 我觉得去年我第一个新年愿望 新年目标就是写的不脱更 今年最大的新年愿望 就是想在2020年做一个不脱更的 视频博主 回看这一整年吧 我觉得我好像基本上可以做到 有那么几次 可能两三次三四次的样子 有一点点晚更了 不过呢 比起前年来说 应该随时进步了一点点 2021年我的新年目标 就是做一个不脱更的博主之外呢 还想再多产出一些 高质量的内容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督促 鼓励我 去年的愿望是坚持健身 这一点我觉得还行 特别是上半年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个健身的频率 都保持的还可以 去年做运动最频繁的就是跟着 Pamela的视频一起跳 她不是每周有更新课表吗 你就跟她课表一起跳 然后就会有那么点动力 油管上的一些瑜伽类的博主 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练 但是啊 运动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够停 如果停了 你再想开始 中间就会经历很复杂的思想斗争 所以到去年中夏的时候 我会有一段时间是带脱气 不太想去运动 所以今年希望我自己能够坚持运动 不要有带脱气 不要尖断 有一期的vlog 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跟小朋友有制定一个 1000本书的读书计划 我跟Coco的这个Monthly Reading Lock 我跟Coco的计划是每天读两本书 读完两本书呢 就可以把这个小图案给图一个 然后这个是1月冬天 是小雪花 2月情人节是爱心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可爱的 都发不了 都干掉了 下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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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钱买啊 我的手机里面有钱 你的手机里面有几块钱 我有5个钱 你有5个钱 这么多呀 但是那个表哥好像我用了 三四个月之后就没有用了 不是因为这个计划失败了 是因为这个计划进行了几个月之后 我就发现阅读已经变成了 我跟小朋友的一种习惯 现在Coco每次睡觉之前都会主动的 抱着她的书过来找我 或者找龙哥给她讲故事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我们闲的时间比较多的话 我们不只讲两本 可能讲好多本 因为Coco真的还蛮喜欢阅读的 我们家二楼有个比较小的活动空间 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去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了一个 它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室 我先给大家看这一边 给Coco准备的一个小书柜 这书柜刚刚装好 就已经摆了三分之二了 现在都已经摆满了 这边这个小书架 是给她放的比较新一点的书 刚刚买的书 这些书柜吧 都已经放满了 我就准备过些时 再给她房里再整一个小一点的书柜 Coco今年的阅读计划呢 跟去年差不多的 就是每天起码读两个故事 但今年呢我们是这样子 是我给她讲两个故事 她在给我讲两个故事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锻炼一下她的口才 她的表达能力 最近最喜欢给我讲的 就是Ugly Duckling的故事 基本上每天她都要给我讲一遍这个故事 虽然都是在重复讲 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觉得 她比上一次有一点点进步的地方 然后去年我就发现 Coco对于颜色色彩非常敏感 像画画跟阅读 是她一个人可以坐在那儿 干很长很长时间的事情 所以每次我看她 进入到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 我就特别开心 因为这样的话 大人的话就可以放松一下玩一下了 去年的话 我大概每个星期都会陪她 画个一两次两三次画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这个书架上面就是她画的一些画 我都用这些小项框给她表起来了 这边还有一些 这幅画特别有意思 它这个是用橡皮泥做的 我把我项框外面那个玻璃给拆掉了 然后这个呢 是她自己画的小盘子 这个画就是讲的吃的早餐 早餐吃的面包 还有鸡蛋 她自己想把这个边边啊 涂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她那天就是涂了好久 这幅画我觉得她画的特别的好 当然它不是一次成功的 我们画了两次才画的比较好看 第一次的话 它这个颜色就点得有点散 它其实就是用那种宣纸吧 好像是最后再用那个滴管滴水的上面 它的颜色就是慢慢的画开 这个真的好漂亮 这一幅画她画的小精灵 然后她把它弄成那个MM豆的样子 每一幅画其实都没有那么完美 大家也能看到小孩画的那个笔触那个痕迹 还是挺稚嫩的 但是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把她自己很喜欢的画 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画 都把它贴到墙上了 还有好多我就放到那个柜子里面去了 这个也是她画的 然后做成了一个小面具的样子 如果你家的宝宝也很喜欢画画的话 也可以给她买多买一些相框 然后可以装饰家里的墙面 其实根本都不需要那些画 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好看 但是给小朋友就是一种激励 一种纪念吧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准备呢 再继续等她多画一点 再把后面的这个楼梯那边都贴上她的画 21年吧 我希望我能继续陪伴她 保持她画画的这个兴趣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在她身上挖掘一些她其他感兴趣的东西 可以陪她一起学习一起玩 说完小朋友再说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有了小朋友之后 很难很难听一下心读完一本书 我Candle里面都有好几本书 就是读了一半的没有读完的 就算是有的时候有先下时间去读书 但是自己内心有一种不详 就是想去刷手机 就是想去玩 但是我现在也逐步的开始恢复阅读这个习惯了 之前就听说微信阅读 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试了一下这个APP 我觉得还真的挺方便的 现在Kindle上可以看微信读书了 我来试验一下 点QQ.com 微信来扫一下 我的书都同步过来了 我最近在看的是非暴力沟通 今年我是想在心理学还是经济学这方面 看多看几本书 对这两方面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 欢迎我的微信小伙伴们拉过组队读书 这样我就可以拿更多的无线卡了 妈 你有看的 妈妈的书在这里 你今天是不是还要跟妈妈讲两个故事 我忘了 我先看一下这些故事 行吧 你先看一下吧 要说去年我最感恩什么 就是感恩我学会了养植物 这个是我们厨房上的一个little jungle 这一棵还里边有一个小瓶子 大家可能看不到 它是牛油果 把吃了牛油果 它盒上面有个皮给包掉 然后就放在湿纸巾里边 等它慢慢的发芽 发芽之后就可以这样泡水 或者是埋在土里边了 我比较喜欢看它根部的发展 所以我就把它泡在水里面 觉得比较好看 这边这个也是牛油果 你看它已经长得好大了 长得好高了 它的叶子很有纹理 我觉得好漂亮 这一株是我新入的 我好喜欢它这个叶子的纹理 就像假的似的 但是它这个盆可能要换了 所以你看它下面的叶子 有点变黄 这一株大家看它是Beso 九层塔 我种的是Sweet Beso 这个真的很香 有的时候炒菜放一点 很好吃 这个圆圆的叶子也很可爱的 是Pelia 镜面草 镜面草我觉得好难养 你看它就是有点不精神的样子 而且它里边很容易长那种小baby 里边这个大叶子呢 它是Monstera 是我以前的Monstera分株下来的 这一株Monstera长得很高很大的 我是把它泡水再养的 它都已经开背了这一株 我们家的Monstera应该是最多的吧 这一株也是的 你看 这一株它是元老期了 所以它的叶子非常的大 这个下面是一个小baby 它真的是超级的小 旁边的这个是Claesia 它这个也是长得好高了 Claesia算是比较好养的植物 只不过你浇水的时候 最好用那个矿泉水或者纯净水浇 用自来水的话 你看它的叶子就会有点变黄 家里有这些植物之后 真的是觉得很温馨 很有生气感 我觉得养植物是一个花很少的钱 但是可以有巨大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习惯在新的一年 我也会继续保持下去 新的一年我对我自己 还是有一个小要求 希望我在21年 可以学会一项新的技能 这个技能其实我还没有想好要学什么 因为好多东西我都很想去学 都很感兴趣 如果说是精通的话 可能一年还做不到 我觉得花一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学科 或者一个技能是可以的 最后一点 我最希望我能够做到一点 就是不要晚睡 去年整个生活其实都有一点点被打乱 今年我就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生活的节奏点 尽量提高效率 能够早一点做好计划 早一点做完事情 然后早一点睡觉 我给我自己设的时间是12点钟之前睡 如果你们有看见我12点钟之后 还在回你们的Instagram 或者是还在回你们的YouTube留言的话 请过来谴责我好吗 让我赶紧滚去睡觉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新年愿望 希望我今年能够努力的做到以上这些吧 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你今年最大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